代言 中国联储 中国联储 其实是很值得去留意这些股份 如果有看节目的的话 大家也知道之前也说过 前提升收入课后整股完 近期来说 也是再重新去发掘的 有一個理由聯索是大家可以去看的股份 因為你看到上半年相對上都做得不錯 收入增長跨近三成 順利也有超過三成的增長 你的毛利率又擴闊下半年的成本 其實也是因為材料的價格跌了下來 可以轉嫁成本 讓消費者看到毛利率提升了 然後成本又下跌了下來 其實在下半年的表現更好 再看回第四季 內地的內房其實是鬆手了 只不過是針對性和內房 如果你真的在內房慢慢平穩的時候 民企就未必可以的了 但這些國企內房其實 民企下跌的時候 國企內房其實都慢慢靜靜地 其實是在抽上去的 這一點是大家要去看的 如果這些真的 但是那個樓價未必是怎樣升得到的 如果你是給主力 其實你的未來是靠國企內房發展 其實你控樓價的能力其實是容易很多 因為你投地的那些 你哪個投入度高了 那些民企內房 如果你真的接下來 哪些還有錢去投對 就是國企內房 你現在你的政策就是 房主不炒的話 你沒有理由那些又投到很高的 麵粉價你不會知道很高的時候 你又去發展的時候 其實對於聯索的那個產品的需求 也有在 另外你發資專項債 其實做很大的一個 proportion 又是做一些市政的那些嚴霧 其實也有受惠 還有其他基建相關的話 他也會能得到 所以未來接下來我覺得 其實他的業務的發展來講 應該都會有一個平穩和向好的發展 再加上他那個股價都走光了 他在低位其實也是試過一次抽完上去 反過來其實整股得到 然後再上去 那今次他能夠突破得到上去的話 我相信再挑戰回到15、16塊的位置 其實是有一定的機會 大家都可以去留意中國聯索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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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